好 今天的政治新闻首相为您报道 总统参选人又多了一位 他是五党籍的前国策顾问黄月衰 今天宣布将投入今年的总统大选 而他主要的政见就是要透过公民投票 建立台湾国 穿着紫色选举T恤 站在写有《胡爱台湾》的背板前 黄月衰大声宣布要参选下届总统 希望透过公投建立台湾国 中华民国早在1949年 就在一中的原则下 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和消灭 因此请中魅中效忠的麻醉下 采取不同不独不无的策略 将只会坐以待毙 我们团结一项就是要做真正的台湾人 要向全世界唱歌 说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而且这个国家就是台湾国 黄月衰表示 国家发展需赖全国人民的参与 城墙进步由居民生活智慧累积 这场记者会上包括市民与彭明敏等 绿营独派人士前来祝福 另外前总统陈水扁 前副总统吕秀莲 与前行政院长苏贞昌 也派人送来花篮致意 民进党主义蔡英文也派副秘书长 高建制到场 看主席有没有托宁跟黄老师说什么 没有 我刚刚讲过嘛 我们过来祝福 面对记者追问到底黄月衰参选 是否会影响蔡英文未来参选 二零一二总统对绿营的整合 高建制不愿多说 不过黄月衰也在部落格上表示 最后希望能和蔡英文进行民调 以决定最后是否参选 也为绿营二零一二总统选举 留下整合空间 记者乡从张子佳台北报道